另外国会赛议院议长佐哈里博回行动党劳务区国会议员邹宇辉 要求辩论警察暴力对待国会前的集会者和赵明福案的两项动议 邹宇辉表明下期国会还会再接再厉 势必要还赵家一个公道 与此同时内政部长拿多斯里塞福丁则同情赵明福的遭遇 不过他捍卫警方的执法行动 警方的执法行动 塞福丁下午颁发公民权的通知函给一名无国籍男孩之后 受访者表明至今还没有接获赵明福组织要求赔偿医药费事项 更没有人联系他 另外针对国会议长佐哈里博回邹宇辉提成动议 要求辩论赵明福案 赵明福民主促进会主席黄叶华 下午发文告抨击 议长府觉得理由似是而非 而且可耻至极 下午发文字幕提供